你好,欢迎收看3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华林县议会教育小组总招谢乾隆带领多名议员 以及县府教育处长等相关单位 前往南区四所因为918地震后严重受损的学校 限替勘查 来关心目前学生们上课的情况 以及重建的进度 华林县议会教育小组总招郑乾隆 议员、占经部、黄霖南、中处镇、邱光明等议员 以及县府教育处长等相关单位 前往南区的四所学校 因为0918地震之后严重受损学校限地的勘查 来关心目前学生上课的教学环境 以及重建的进度等等 那我们县州相关单位也编练了很多的经费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是要了解 我们现在工程的进度 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 有需要我们教育小组来解决的 县议员在勘查完之后也发现 各学校的确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尤其是地震后留下来的损坏 还是有待工部门尽快处理 那也看到我们南区的小学很多小朋友人数 只有二十几位三十几位 那那么大的一个校期 我想小朋友人数那么少 我想会造成以后学校的管理问题 我想这个还是有奈我们教育处通盘考虑 是不是我们南区的小学的小朋友 是不是可以用交通设论的接送 让我们小朋友在从小在求学的时候就有同伴 也必要竞争力 这个整个体面是看起来是很很现实 很干净 但是能力非常的重要 这个要特别的去注意 教育处长说 因为整体的重建经费范围也比较广大 所以经费审查是由公共工程委员会 这部分会来协助学校完成 针对经费以及工程进度部分 教育处表示会审慎督导 另外学校需求部分会提醒学校 要提起每年度的总体计划 再去做审查跟补助 县议会教育小组希望透过这样的县地勘查 来了解学校需求 并且进而解决 给学生以及教师良好的教学环境 记者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 好